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常有人問我如何選擇時人 我當然選擇天然生曬 因為太陽和遠是最好的防護劑 所以根本不需要放任何防護劑 現在香港的招牽法是很嚴謹的 你拿幾個食油 你看看這個表 你看看它含有什麼 它如果真是天然生曬 它就應該有什麼呢 當然是黃豆、鹽、麵粉和水 就沒有其他我們不懂的名字 說不出的東西 這樣就是一支好的豉油 其實香港有很多種不同牌子的豉油 每一種豉油其實它的鹹度都不同 不過天然生曬的豉油 它的豉味就會比較香 如果你煮菜的時候 最重要是選一支漂亮的豉油 然後你自己試到那個鹹度 適合你自己 這樣就最好了 乾炒牛殼 好吃的 當然 我也喜歡吃的 是 今天我們示範這個 就是我們陳家的醬汁 不要說秘製 也不能秘製 因為現在公開了 我們首先買炒的沙殼粉 因為沙殼粉有兩種 一種是煮湯的 一種是炒的 即是這隻 買回來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切的 你全部都搭起來 所以你先把它撕開 否則它炒出來 都是一坨坨的 我們先攪拌醬汁 避製 我們就是 老抽 草菇老抽 生抽 還有一些避製 潔汁 茄汁 避不避製 保避 酸酸 當然 要加點糖 我們先把這個醬汁 拌勻 我們先把一半的醬汁 拌入粉裡 為甚麼 因為 家製炒牛殼 筷子給我 家製炒牛殼 你不夠快 你又不拋鑊 你先把你需要的味道 拌入粉裡 這樣 它就會 顏色又均勻 還有每一條都有味 這樣炒 你就很容易 如果不然 你可能會有些是白色 有些是啡色 你又覺得 為甚麼我沒有廚房師傅做得這麼漂亮 其實你都可以 這個就是秘訣 先拌好 另一半來做甚麼呢 醃牛肉 切大塊 切小塊 沒甚麼所謂 每個人喜歡 就不要切太薄 我自己就喜歡切比較厚的牛肉 牛肉切完了 我都要拌 用筷子來 放蒜頭 放蒜頭 放蒜蓉 先拌好牛肉 拌好 加少許生粉 讓它炒起來會更滑 不要太多 乾的生粉 乾的生粉就可以了 剛才那些秘製醬汁 還有一半 留給你 放少許 不要放太多 先放一部分 放些 讓它整理有些味道 和有些顏色 拌好 拌好牛肉 拌好醬汁味道 再加些油 記得醃甚麼都是 油是最後才加的 因為你加了油後 它就不入味 牛肉拌好 開始煮 現在開始炒了 對 先炒牛肉 猛火 猛火 燒紅的鍋 燒紅的鍋 牛肉 我拌至它半熟 現在還要再下鍋炒 可以拌至它半熟就可以了 然後不用關火 因為我跟著炒洋蔥 洋蔥要炒到它有少少黃 它會出一些焦糖 這樣就會甜 還有一個理由 為何先炒洋蔥 因為炒洋蔥 它在底部 你待會加粉的時候 粉就不太融化 現在我們要加甚麼呢 加九黃 好 我們先先加九黃 九黃 不要太遲落 因為遲落它又不會熟 所以現在炒幾下 炒到它要半熟 因為要加銀芽 這麼多東西呢 兩隻手來 倒入粉 好 好 下粉 炒下去 煮熟 最後剩下少許醬汁 都放進去 自己家裡吃 就沒所謂 你喜歡甜點 就自己調味了 但是有一個原則是要放火 加上牛肉 加上牛肉 牛肉 還有麻油 加上麻油 加上麻油 好 拌勻就可以了 好 聞到有少少焦味在底部 乾炒牛殼 好 出備 我們 всё 說明 好 長 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